下面咱们继续讲什么 接下来咱就要看一下 IE在Python里边的一些其他的模块 也就是说的更直白的讲什么 关于正德表达式 所以基本的 像匹配一个 匹配多个 以及匹配开头分组 咱们刚刚是不是已经说完了吧 这些东西都是在其他语言里都通用的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说的这个 IE模块里边的高级功能 它是属于Python里边都有的 其他的有可能没有 也有可能有 你懂我意思了吧 这是Python里边都有的东西 那么好了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IE模块的一些其他的用法 咱们原来的时候 不是一直用的是match 对不对 那match一样是什么功能 match是什么功能 从头开始匹配 没错吧 但是我有的时候 我不管你开出是什么东西 我只是想听取某个数据 那么你就可以不用match 用search search一家特点 我一说你就懂了 match是从头匹配 search不会从头匹配 但是你只要匹配到一个符合 他的要求的数据的地方 那么他就匹配到了 就例的 比方说阅读数量为99999的这个 大家在关注微信公众号的时候 应该在最下面是不是有个阅读数 这个知道吧 很多人为了采集数据 他就会关注很多的公众账号 然后他们采集最下边的阅读数量 阅读数量越多 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公众号的影响的越大 所以说呢 将来他在发广告的时候呢 就有针对性的 我是找这个公众号发 还是找另外一个公众号发 2013年左右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说公众号 我那个时候呢 也研究过公众号 我觉得公众号有什么用 一点用都没用 不就是做一个东西 网上发一些文章吗 不就完了吗 商业通常太浅了 那个时候根本就意识不到 所以说呢 我在上课之余 上完课了下课的时候 我就研究公众号 我也做出了公众号了 有什么用啊 没觉得有什么用 就扔了 但是没想到呢 过了一年两年之后 这个15年16年的时候 那么14年的时候 这个公众号 是不是大量的爆发了吧 只要是个公司 一般就会问你 你的公司有没有公众号 我关注一下 那么最终的打通了数据的通道 最终的将来就可以挣钱 公众号现在怎么挣钱 我告诉你 想要养一个公众号 是可以挣钱的 公众号如果弄好了 一个月 挣个十万八万 没有任何问题 他是怎么挣钱的呢 首先第一宝 先圈地 关注的用户越多 将来他发广告的 将来营收越多 公众号唯一挣钱的地方 基本上两种 第一种发广告 第二种 然后给其他的这个公司呢 打名气 这是一样的 那么很多人呢 比方说像我 我告诉你 我特别发现一辆广告 你如果我是从 苹果官方网站 比方说从这个 什么APP store上面 我下载了个游戏 或者下载了个应用软件 如果他有广告 我二话不是说立马写了 我不管带好 我立马写了 我是看不了广告的 但是呢 公众号里边 为什么很多的公众号 有广告我也关不了呢 因为他现在都是这样的 他里边放的这个文章 相当好 偶尔蹦那么一条 两条广告 你说关还得不管 你要是取消关注了 将来这个文章 是不是就看不了了吗 所以说你必须 就是忍着你里看 没办法 现在很多公众号 就是这么多的 公众号放一篇文章 我告诉你 上千左右 就是你放一个广告 上千块钱 就是你在对下面 往往下的公众号 对下面是不是有个广告吧 放一次 一天放一次 一千多 就是放一次 就是一千多 你想让我这个月 放三十次 没问题啊 你先支付 三十天的钱 一天一千 支付吧 这就多钱了 一万三万块钱 先把三万付了 我家里每天给你发广告 就可以了 那么很多人就会说了 我自己做个公众号 那么将来不是也可以放广告了吗 他将来营收的这个特点是跟什么 你浏览量以及点赞量 就多了吧 如果我看了一篇广告 这个广告的是个软广告 知道什么叫软广告吗 硬广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去电梯里面坐电梯的时候 什么那个地方一进去 是不是就挂了一个广告吧 这就叫硬广告 必须百分之百 你得看 看一不看 反正就在这放了 什么叫软广告呢 我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 我写了一个爱情故事 说了个韩国的某个女生 和某个男生 在坠入了爱河 最后什么 这个男的查出什么病来了 最后什么 然后呢 吃了个药 这个药去哪买的呢 原来去中国的某个地方 买了这个药 吃了最后好了 然后 这个药是什么 这么厉害 你看这个药就是 什么什么什么药 这就叫软广告 你听到我说什么意思了 你房屋身房 你还能看 而且看得津津有味 对后崩 撤了那个广告 你都没有发觉 这就叫软广告 那一般都是这么多的 根据你点赞量 阅读数 将来呢 一条广告呢 营收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我记得很明确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原来应该是在 一次年有一次推广 微博 大家知道吧 微博是不是有大号呀 我们找了一个大号 那个大号好像是 号称有50万的粉丝 然后我们让他发了一篇 和技术相关的文章 就发了一篇 好像5万块钱是10万块钱 就这么出去了 后来带来的流量是什么呢 几乎没有多少流量 所以说呢 那几万块钱真的打票了 我是称有体会的 因为那公司的钱嘛 也不是我的钱 对吧 那就打了 那就打了大文章试一下 大家懂吗 如果你接下来 如果想要做个公众号的话 不是说不行 可能行 你一定要是打 打什么呢 打动了用户 这样的钱 就是痛点 就比方说吧 咱们现在自己 我就说一点 如果我做个公众号 你到底关注还是不关注 第一点 有可能催面的 东哥做个公众号 必须得关注 是吧 这是催面的 有可能是这么事情 但是我没做 假如说我又是换个人 比方说我同桌做了一个 我关注还是不关注 如果他里边放了文章 我真是 特别好 我肯定关注 你要试个道理吧 所以说现在 如果你想做个公众号 从现在开始做起 未来两三年 多一个公众号 没有个一年两年 绝对倒不出来 百分之百了 需要推广各种东西 那么刚刚就说的 这种什么东西呢 说的其实就是一个 互联网的思维 什么叫做互联网思维呢 先圈地再载入 这就叫互联网思维 就个例子 360 它为什么能够上位呢 在360之前 360杀毒 360安全卫士之前 有什么呢 有金山独霸 对吧 还有什么瑞兴 还有什么卡巴斯基 什么小红帽 什么都有 但是360一上来 不按常规出版 免费 免费用 免费下载 免费升级 什么都是免费呢 你说谁不用 OK我就用了很多年 用了之后 这个哥们免费 什么 金山还要收费 谁会下载金山的 我当时想 谁会用金山 OK金山自然就被落伍了 那么360把整个中国的市场 基本上都在你之后 干什么呢 放一点小广告 是吧 他现在还不收费 他不能收费 不能收费了 放了小广告 你看吧 看一次展示多少钱 第二个 他推出了企业版 你说这个到底吧 全部的用户 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 360 我比方说 你开发了个新软件 你想让我360 给你下的新软件 请问你是不是要交费 你想拍在前面 你还想拍在后面 就例子 你在360里边 搜了个浏览器 你想在第一边 还是想在第二边 就看你钱交的够 还是不够了 你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说新全地 再挣钱 这就是互联网思维 我举个例子 用不了一年两年 你一定会看到一个事情 什么呢 OFO和摩拜 马上就要合并 这是百分之百的 我举个例子 很多很多年前 14年左右的 14年左右 出现的滴滴打车 14年左右 就活起来 那个时候活起来 没错吧 那个时候活起来 活到什么程度呢 号称一件事情 就是在一个北京的一个哥们 买了一辆新的奥迪 他和他儿子开 他儿子开白天 父亲嘛 照顾儿子 这个父亲的开夜晚 开了一个来月 一辆奥迪的钱 就挣出来 你 这个顾客支付了10块钱 滴滴平台 有可能给你50块钱的奖励 你懂吧 那个时候是车越好 奖励越贵 你干的越多 奖励越贵 一天就是好几千的 甚至是上万 没有任何问题 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活 然后呢 火了一把之后 什么呢 你看 我有车 我也干嘛 我有车 我也干嘛 我也车 我也干嘛 OK 大家都在干的时候 滴滴和优步合了 合了之后 什么呢 我从早上起来 我从我住宿来学校 15块钱 或者14块钱 我打个车过来 那么将近有45块钱 是要给滴滴的 然后剩下的10块钱 他就给出车司机的 你懂我意思了吧 互联网思维就是这样的 那么滴滴和优步 原来合并了 对吧 合并了之后 就是一家多大 想怎么挣起 就这么挣 下个雨 加一个什么什么 什么飞 翻倍 下个雨翻倍 下个雪翻倍 我告诉你 15年的年底 我记得呢 有一次下大雪北京 然后呢 我老人起来去上班 去坐地铁上班的时候 下大雪怎么办啊 那你打车呗 公交车是不指望的 因为那天很多人 是不是都不开车呀 千万不能动公交车 因为公交车里边人超级 不能动 怎么打车 深入手里打车 原本10块钱的滴滴 变成了将近50块钱 你坐还是不坐 坐 被逼了 被宰了 这就被宰了吗 宰了你得坐呀 50块钱到了弟弟 当时心里面 一万个问候弟弟 弟弟一直这么多 今天也这么多 就这样 OFO现在是不是免费呀 小黄车是不是可以免费起呀 摩拜是不是可以免费起呀 哎 这是干什么呢 占领市场 现在一定有什么小蓝丹车呀 什么金颜色的那个车 叫什么呢 金颜色 你没见过哈 金颜色的那个车 前一段时间 相当我就是黄金战车 我也死了 对 干什么呢 免费把其他的用户 其他的商家 急死你 我有30亿的融资 你还有几个亿 怎么了 我免费 你能撑得住吗 我免费 你能撑得住吗 你撑不住的时候 你就死了 当你死的时候 怎么办 一家独大 现在谁呢 我告诉你 百分之百最后的结论 最后中国一定 共享单车 一定剩OFO和木板 一定剩这两家 这两家最终的老大 落在一个座子上 去聊天的时候 兄弟 我补贴一块 你补贴五毛 何必呢 咱俩要不合并 合并咱俩非得赚 行不行 行啊 要不咱俩合得赚钱吧 那么最终的结论就是 你拭目以待 用不了多久 已经开始出现这个描述了 弟弟和OFO应该 未来 估计会在一两年之内就合并 合并之后 就挣你的钱了 你百分之百就被载 怎么载呢 你现在骑惯了 骑柄车了吧 没错吧 你出门就骑车 出门就打车 弟弟已经开着这么多了 OFO马上就这么多 做了之后干什么呢 早上起来 十点到十二点之间 不收钱 免费起 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 免费起 免费起没问题 晚上十二点到第二天 六点免费起 可以吧 免费时间这 你说谁能比得上 早上起来高峰期 中午下班 下午高峰期就收费 可以吧 还有一个方案 在轮 现在已经有了 在轮胎那个圈子里边 那个缸圈 那个地方放广告 见过了吧 如果你没见过呢 就是你还没见过 那种高端的 什么那种 小汉人的那种小车 外公 里边是广告 以后那个 你前面不是有个 那个小框吗 框里边放上广告纸 这都是空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什么叫互联网思维 先免费占领市场 这就是通俗的 就是先圈地 然后再宰你 怎么宰 变得发的宰 就这么一样 所以说你现在 如果有共享单车 可以免费骑 你抓紧骑 一用不了多久 就用不了 就去了 好了 那么咱们刚刚只是 说到了这个 通过设置 所以我给大家讲解了 什么是互联网思维了 了解了解我 互联网思维 总是有好处的 说不定你将来要创业呢 会吗 一定要和同桌 搞好关系 对吧 说不定你同桌 将来创业呢 对吧 你这还找什么工作 你们俩一拍结合不行 这就到底 来来来继续了 继续 来来来 接下来继续了 好了 言归正传 回到咱们 刚刚所说的这个课题上来 这个设置的功能 和这个 match的功能 不太一样 同学不太一样 在哪呢 还记得吗 设置的功能 和match的功能 是不太一样 在哪啊 设置的功能 它并不会 从头开始匹配 而match 是不是从头开始匹配啊 那么言外之意就是 你的match 其实上默认 这种的里边 是不是相当于 已经写了个监管号了 但是你的设置不是 就例的 像这个 这个字符串呢 又很长 这其中呢 有一个阅读数 我经济是想 取其中的那个值 但是我不想判断前面 这个哥们到底是什么 那么怎么办呢 我就直接写上 反射个地 加 那么意味着 什么必须 有一位数字啊 那么你数字在哪 我都不关心 你这个数字 是在这中间 还是在最前面 还是在最后 我都不关心 因为search 它可以从读书的 对开始开始判断 只要证得成功 它就有反位值 取出来之后 就是咱们取到的值 听懂了吧 这个了解一下 理解一下 search 不用从头开始匹配 这就是search的功能 那么我把这个证得 我把这个证得 我拿过去 我再给大家稍微再说一点 我把这个证得 拿过去之后呢 看着啊 我点group 只要你这种证得成功 是不是下来 一定取得数据吧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这里边 还有一个比方说 这个点万数 为100 那这样呢 我会取得谁呢 我会取得第一个 听懂了吗 我会取得第一个 那么我写上个1 我看看能不能取得取出来 我想2能不能取出来 你也没有发现 你写上1和写上2的时候 这种方式是必须 有那种什么啊 是不是有内容叫做 那个分组的方式 是不是还可以行啊 但是这种方式不行 也就是说 search有个特点 它呢 从你的这幅算里边 开始拿着证得去匹配 匹配到第一个之后呢 它就把这个数据返回 它就不会再匹配了 懂我意思了吗 它特别适合于找东西 我想从我的 10万个作为里边 找一份东西 那么你通过search 就没有任何问题 好了 这就是search 算吧 如果我想让search 达到match的功能 你告诉我怎么做 search达到match的功能 你绝对会怎么做 这个地方啊 回到这个开头 我加上一个监管号 请问同学们 这意味着什么吗 接下来从头开始 是不是这个证得数据挂了吧 从头开始 你是中文 又不是数字 你这个证得肯定挂 听懂了吧 因此你加上一个建国号 其实就达到了证则的功能 达到了match的功能 好了 这就是search 那么findout 就来解决了 咱们刚刚设置 不能找到所有的功能 怎么做呢 findout里边这边证则 你该怎么写怎么写 你后边有多少个 符合证则的规范 都没问题 它返回值是一个什么呢 列表 注意了 此时不需要用group 听懂我意思吗 findout的功能 是直接返回的数据 不用group了 试试一下 走 大家再看 是不是这哥们 是不是直接就返回了列表 列表里边是不是有这个 这个和这个了吧 因为这个证则 对于这个地方想慢读 这个慢读 这个是不是也慢读吧 所以说返回值 直接是列表 findout就是列表 咱们切记 过一会儿 你就会用的findout 因为你从一个网站里边 从一个页面里边 想提取所有的超连接 提出所有的网址来 请问 接下来这个地方 是不是咱就写那个网址 那个证则比达试了吧 提取所有权出来 好的吗 那么接下来说这个东西 SUN SUB SUB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能够替换 我以这个例子 给大家说一下 你一说就懂 看着 原来咱们的证则比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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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则比 请问你们发现是不是匹配到这个哥们 匹配到这个哥们之后 它就会把匹配到的数据换成这个 听我说什么了吧 SUB就是这个功能 先拿着整个去匹配 匹配到的地方换成这个值 然后把这个值替换到这个地方之后 返回整个 能列为一个意思了吧 所以说这个就像那个什么了 有个什么功能 你觉得它有什么功能 替换 只能来讲SUB就是替换的 只不过 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支持正德了吧 你给我一个正德 正德满多的地方通通换了它 完了 这就是替换 那这替换 好兄弟们 如果我是有两个 比方说C++等于1024 马上是不是就到了咱们程序员的节日了 是吧 这个知道吧 1024就是程序员的节日 怎么10月马上快了吗 1024正好是二十字方 我说过了 1024就是程序员的节日 到那天的时候呢 给自己吃点好东西 好了 他们要回车 什么特点 你没发现 只要这个正德PP的地方 是不是通通换了它了吧 通通换了它了 好了 这就是SUV替换 不管什么数字 通通替换成某位置 SUV替换 SUV替换 好了 SUV替换了 还有一种方式什么呢 SUV它竟然支持一个函数的调用 说一点 同样看着 理解啊 这个地方放了一个字符串 你这不是放了一个正德吗 我拿着这个正德 到这里边去找东西 请问我最终是不是找到了这个值啊 找到了这个值的时候 如果你在这放了一个字符串 ABC 那么将来这个地方就会换成ABC 没错吧 那么我接下来有个需求是什么呢 我不管你这个阅读数 或者是你Python的这个数据等于几 我想把这个数据能加一 那你会怎么写 你写成双引号的998吗 那万一将来这个地方是1997 那将来你是不是代码数据废了 所以说怎么办 一个特点啊 SUV支持中间的这个位置呢 可以放上一个函数的引用 当你用SUV去替换的时候 拿着这个正德 到这里边去找 找到之后 他就去自动的掉这个函数 并且掉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他会把咱们这个正德的 那个返回的那个对象 传到这边去 紧一找个变量 结束 那么找到这个变量之后 咱们TimeTime Group 是不是和咱们之前取这个数据 什么方式是一样的吧 那么把这个数据取出来 请问这个哥们是谁 是不是就是997啊 我把997变成整条 然后加上1 请问这个是不是998 是不是一个数字啊 我接下来的Return STR 把998的数字类型 变成字符串的类型 返回的998字符串 那么998字符串 此时就会替换这个位置 就得到了个新的字符串 正德表达式 听到我说 说有什么意思吧 也就是说 这个特点 我再问一句 这个到底能干什么事 你给我解释一下 到底能干什么事 先拿着正德表达式 到这边来匹配 只要匹配到了呢 它就会掉 你这个地方写的这个函数 没有这个函数 掉函数的时候呢 它会把那个对象 就匹配出来的对象 传到这儿 你想去取出 你PP这个值 这个对象 这个group取出来 至于取出了个值 你之后想干什么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接下来只要再返回 一个新的东西 你返回的是什么 这个地方就替换成什么 懂我意思了吧 这就是SUB的第二种方式 再给当中了解 一般的只是python里边用 其他原因有不了 好了 SUB跟你说了 总结下 设置 不用同图开始匹配 按照正德去找 find all 可以找很多个 SUB 是不是可以替换很多个 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 再说最后一个东西 在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 叫做什么呢 Split Split是什么呢 切割 原来咱们学字符串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切割了吧 这个时候呢 可以按照正德去 就前一句 可以按照正德去 我有一个字符串在这 我想要切割 我按照什么切呢 我想按照冒号和空格切 请问他们这是啥意思 要么冒号 是不是要么空格呀 那么也就是说 将来我就拿着 冒号和空格 拿着正德表达 是这个来切的 那么最后 这是一个冒号切了 这是一个空格切了 这是一个空格切了 请问这样呢 是不是就反复了这么一个东西 借这个啊 切割 原来可以支持正德表达 用Split 安逸的Split 而不是用Split的Split Split的Split不支持 安逸的Split支持 说完了这么多之后 接下来咱们要练练 练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 接下来呢 我打开一个新的标签 上下网址 拉钩 拉钩 就是拉钩上吊的那个 一百年不许骗的那个拉钩 这个拉钩是干什么的呢 这边来讲什么 现在咱们招聘网站有很多 比如说像 自联招聘 这是N年 就是我找工作那会儿 都用自联招聘 自联招聘是N年之前就有 自联招聘 我要job 就是很久很久很久 就是很老的一些招聘网站 那么现在呢 比较流行一个什么东西 拉钩 以及什么叫裂聘 裂聘呢 一般你现在还不够那个 等级 不够那个等级 那裂聘什么特点呢 比方说去挖一个人的时候 一般就是裂聘 举个例子 我开了一家公司 我接下来想要需求一个 Python的开发者 这个Python的开发者 应该是相当牛的那种 我接下来找找不着怎么办呢 我找猎头 我就找裂聘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人 你给我找这个人之后呢 我给你一个iPhoneX 懂我意思说了吧 你给我找到一个 我就给你iPhoneX 那可以 真的就是这样的 真的就是这样的 找一个合适的 开发的人员 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说呢 一般的回筹 报筹就是 给你一个iPhoneX 要么给你一个月的工资 你这个人入职 薪水是多少 我给你一个月的工资 你帮我找一个这样的人 都可以 所以说呢 这个裂聘网里边 有个特点什么 优求相当高 工资相当给力 一般都是2K以上 20K以上的东西 2K呢也算了 20K以上的东西 20K以上 那么拉钩呢 它是一个专门用 那个互联网的 一个这个 招聘网站 第一次登陆的时候呢 它会让你选哪个地方 你选哪呢 选上海 OK 选上海 然后它就刷新了 当前的这个站点呢 它就给你跑到了上海 那么接下来 咱们 作为Pattern的开发者 前面同学咱们在哪啊 技术 还是产品 还是设计 还是运营 还是市场营销 技术 技术 里面找找有拍摊吗 找找找找 拍摊在哪呢 找找找找 找找找找 找到了是吧 看看还有什么 后端 还有什么端啊 看看 有后端开发 移动开发 后端怎么指啊 后端指的就是网站的后台 就是一个网站怎么做出来的 这就是后端开发 移动开发 APP怎么做出来的 iOS的 安卓的 Windows Phone的 怎么做出来的 移动开发 前端开发 这个网站怎么展示 这个网站 怎么这个地方有个按钮 你没发现这个地方是绿色的 这个地方是普通的灰色的吧 那这个网站怎么展示 前端开发 咱们下个节目 不就是讲前端知识吗 就是这个页面怎么做 这边来讲 就是这个页面怎么做 那么人工智能 你们发现这个 哦还标记着它的new 是吧 这个新领域 新领域 那么什么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 自然语言处理啊 等等这些东西 图像识别 云识别 现在国内做的 但是比较成熟的什么呢 语音识别和图像识别 做的很好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那个科大逊飞 那个语音识别 那个东西 科大逊飞一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 这边来讲 就是以我的语速 现在我讲开了这个语速 我那个锤子 我有个锤子手机 我那个锤子手机里边 升级之后 现在会支持那个代线 时时转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在讲东西 那个地方就立马变成汉子了 你好吗 今天晚上吃饭了吗 今天晚上有空吗 去出去玩一玩 等等这个地方 立马变成汉子 这就是人工智能体现 语音识别图像识别 现在用的比较给力了 特斯拉这个汽车 你听说过吧 特斯拉汽车什么特点 无人驾驶 说来更之外的一样 你把手大的特斯拉汽车的方圆盘 你不用空了 你接下来这个车一直移动 就可以了 比方说跑个高速 从北京跑到山东 才400来公里 跑到这个济南 才400来公里 那么你上 特斯拉能跑600多公里呢 那么你上去之后 你把手只要扶到方圆盘 那就可以了 有个什么图像 能不能不扶呢 不扶方圆盘 他一会就会警告 你警告一次 你不想应他之后 过一会他就强制警告 就特别大的那种噪音 如果还不行 他强制靠边停车 就如果你都没人的时候 他不应用 就是说什么 他怕万一有一些特殊情况 你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说人的手只要放在这里 好了 接下来看 搞套事的 搞运维的 搞DBA的 就是数据管理的 高端指挥 哎呦 什么叫高端 来来来看 什么叫高端 技术经理 技术总监 架构师 CTO 那肯定这都是高端的吗 我原来不是说过 可以 是吧 当个架构师 来同样 咱们点开 来来看看架构师 看看架构师 有多少钱啊 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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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开 来来来看看啊 这个还是挺可观的 是吧 可以的啊 然后再把它找到 这都是普通架构师 高级的架构师的五十六十 五十六十少不了 看看还有没有别的 排序啊 能排序吗 我又不找工作 我也不知道 来排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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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星 还有七十的 想都不敢想 一年就是八十万呀 然后想想 可以的 是吧 来咱们随便点 我也不知道 咱们就点七十这个 你不都看得七十了 甲构师 来看看 他有什么要求啊 负责软件的什么 搭建软件测试 平台接口 你看什么核心模块的 你看重大bug 跟进升级 什么文档 什么对团队的一个协作指导 技术要求 会加网 会web server 会分布设 会多线程 多进程 然后会spring 会什么 这是加网的加布设 什么web apache 应该写 没有 06个 然后web应用的性能和平静 怎么解决 my circle server 然后oracle 数据库 大规模并发 访问怎么用 他怎么没有提一个具体的会不会多进程会不会多线程会不会怎么他为什么没有提这个呀 这是对对对基础的 他问的是什么呢 他问的是你看高并发呀对吧 团队协作呀升级呀 他会问的是这个东西 所以说架构是呢 减外这一句说 他要求就高 要求就高 对 稀缺的多远 没错 时间 然后点一下拉钩 咱们回去吧 还是老老实实实在把派程做好再说吧 不是说没有梦想 有梦想 就看你怎么多 如果你每个月只追求那么一万来块钱 那你就应该就一万来块钱 你懂我意思了吧 你只要做这些行动 有个特点 这些行动你只要努力 是能够做到一个月五万的 就看你做不做了 对吧 好了 那么来咱们找到派程 咱们点一下它 派程 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 什么 是上海的吗 上海我不熟悉啊 上海的啊 有个这个 这个可以啊 咱看看这个要求什么了 11k到20k 看看啊 熟悉Java和Python 熟悉Python也可以了 那么Sircle语句 你看了解基本的是吧 可以 没问题 咱们后面讲 Linux会吗 会套用吗 命令会吧 会 TCP IP协议 咱们原来不是用过TCP UDP了吗 其实就是这里边的东西 Linux总是用户优先 必须是这么用 然后什么呢 Flask 张高 这两个框架 咱们后面会讲 这个咱们不讲 咱们会讲这两个 你了解俩就够了 工作认真 必须工作认真 热二段眼 必须热二段眼 是吧 然后呢 加分项 No Circle 没问题 咱们后面会讲Redis No Circle 会讲Redis 那么这个Hadoop呢 其实它应该归立到 这个大数据里边去 大数据里边去 那么这是加分项 你会No Circle就可以了 了解分布式原理 以及架构 咱们呢 会在做爬虫的时候呢 会做一个分布式的爬虫 也就是说 我有三十台电脑 我可以一起爬 怎么爬 那其实呢 多多少少 到时候呢 就会告诉你 分布式该怎么做 听懂我意思了吧 你看 有维护个人技术博客 或者是开研项 啥意思呢 对 以后就是把你自己总结的 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放到网上去 加以维护 当你去面试的时候 人家问你 小豪子 你之前研究过什么 这是我的博客 去吧 什么都没有说 就这么一个 什么拥有学习 什么什么什么 又要读英文的能力 不是有谷歌翻译吗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就这些要求 你没发现 他给的薪水 是不是也是 在一个范围之内了吧 在这个范围之内 其实薪水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想要到 20k以上 那么同学 20k以上就是说 他有可能要了解你 了解了解 某些东西的原码 会不会原码呀等等 20k以上就是了解原码 了解数据算法 那么10到20k之间 往往就是 咱们所学的这些支点 整个python 咱们后面学的东西 基本上咱们打架呢 就囊括在了 11到20k这个范围之内 听懂了吧 就看你这么多 这个范围 我可以给你11 也可以给你20 就看你这么多 什么 我会得再多 我这样的面试的时候 我说不出来 能行吗 也不行 所以什么 平时闲得没事的时候 多练练 多说说 多聊聊天 这就是我的一个 给你说的一个建议 不要在那闷 谁不会再写代码 你说谁不会 谁不会写 我只要花时间 我也会写 但是表达 从今天开始练表达 等到你四月之后 你的表达就很流畅 这边来讲 我原来 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自己形容我自己 我和别人聊天就这样 我是一个锋利的石头 石头呢 它有很多愣角 对吧 你一碰我 我就伤着你 你一碰我 就伤着你 也就说 谁和我说话 用不了几句 我就把你 伤了 伤了你的心了 但是呢 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呢 我这个石头呢 也快已经变成圆的了 有可能现在 有可能还有那么 丁点的愣角 但是基本上是圆的 你懂我意思了吧 这不就是处事圆滑吗 不是这个道理吗 所以说什么 多练一练 多聊聊天 表达表达 说了这么多了 和咱们这个程序 无关系呢 我接下来 想把这里边的 这个数据的这个信息 我想怕什么呢 怕职位描述 职位描述的这拖信息 我想给它爬下来 想把这些信息拿下来 我怎么说呀 拿下来之后 会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看了啊 有机 检查元素 然后呢 这是我这是用的 Suffer 这个Mac的浏览器了 谷歌浏览器不这样 咱们用下谷歌吧 咱们用下谷歌啊 放大 用下谷歌 然后呢 拉勾 拉勾.com 拉勾.com 好了 放到这啊 他们我想干什么呢 点一下上海 刚刚咱们的过程 都已经点过了啊 点一下上海 点呀 点了啊 然后呢 点拍战 然后呢 随便找一个啊 咱们随便找一个 找这个 静安区啊 不知道啊 我把这个职位描述 给它拿下去 那么怎么办呢 我右击 检查 我点一下这个小鼠标 点一下小鼠标 你接下来鼠标在哪 你也没发现这个 这拖东西在哪 好了 此时这一件来了 是你想要怎么射 这个时候单击 好了 他也没发现 你没发现锁定了个东西 锁定了个东西之后呢 你再往下翻鼠标这是职位描述 接下来这是什么东西 你没发现一个特点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有这套东西了吧 好了 到这就不是了啊 你看到这 到这就不是了 到这个地方就不是了 这一坨是 你看 我把鼠标一放这个标签 是不是这一坨全写中了吧 这一坨就是 怎么办呢 Copy Copy Elements 我把整个这个标签 全给他考过来 打开这个 我呢 站在这里边去 是否全考过来了吧 考过来了这么一朵东西 我接下来看这一坨东西 你说让谁看谁都看得懂 你说有多么恶心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接下来概念什么意思呢 写一个正德表达是 把这里边无关紧要的 通通踢出去 什么是无关紧要的呢 打个比方 这个无关紧要 这个无关紧要 你说是个道理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给大家接下来的要求是 你接下来写一个正德 正德提出之后的数据 或者什么样子呢 就是把什么DIV 这坨这坨这坨 所有的东西都提出 最终只留下 只为描述 只为诱惑 还有诱惑 我的天哪 什么什么 还有这个东西 这个还有这么一坨 还有这么一坨 我只要汉语 只要描述 懂我意思了吧 怎么提呢 咱们刚刚学过的是什么 查找 翻到 还有一个东西叫SUB 是不是还有个东西叫切割 你觉得用哪一个呀 SUB 把符合这个正德的 把它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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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东西都删掉 请问背后 是不是就留下了什么东西 是不是一切汉语了吧 那么言为自己是什么呢 接下来要求是这样的 你用R1.SUB 你前面不是可以写上一个正德表达式 中间不是可以写上一个东西吗 如果我写上一个哈哈 后边就是后边就是这头东西了 把这头东西放到后边 我省略了 请问 只要我这个正德里边满足一个条件 那么请问 只要找到任何一个 是不是都会听完这个哈哈 我只要把哈哈换成空的不算 那意味着什么 请问这是不是就是删除啊 我把这个东西删除之后 请问它是不是给我返回信的不算啊 我把这个信的不算拿出来打印打印 请问是不是就相当于 剔除了这些没有必要的这些数据之后的真正的数据了吧 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数据清洗的一个过程 你拿下来的数据是这些 我把不要的干掉 这就是清洗啊 听懂意思了吗 大家思考思考 这个正德应该怎么写 最终才能用SUB 我只想要这些汉语这些描述 像这层标签我都不要吗 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啊